在今天開始今天的內容討論之前 我想先做一個檢查的調查 那就是各位對專利的東西的了解深切 我想了解一下 對專利有在從事專利方面工作的人 能不能丟幾個手 OK 從事了兩三年以上的 有沒有 看來還是有不少的 大部分都是專利工程師是不是 專利工程師 那今天這一個系列的東西 除了專利的減少 專利的電信 專利的佈局 以及整個專利的應用 像早上我們可以看到馬博士 給大家談了很多專利相關的 不管在產業面還是輸送面 還是應用方面會有東西 今天下午是要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東西 我們要從基本的看見 純粹濃縮到專利本身 專利本身的特性是什麼 專利本身包含哪些東西 常常在講專利的分析是什麼 專利的地圖是什麼 這就是今天整個下午的重點內容 我們今天會以新竹市科學園區做一個例子 新竹市的科學園區 園區裡面有很多個 像新竹市科學園區 其實現在整個園區其實還延伸到竹籃 那一塊不穿在裡面 我們會以新竹市科學園區的這個專利 來做一個範例 來討論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專利分析、專利布局在思考些什麼 我們希望把這個概念帶給大家 好,所以今天有沒有下午才來的朋友 大部分都早上就來了 都早上就來了 我們早上已經有介紹一些解鎖的方法 那解鎖方法我就不會講 我們還是只講概念它那個部分 因為如果有一些新朋友的話 我們可能要稍微帶一下那個方法論 那我看馬波已經把一些 解鎖一些基本的思維即將 好,那方法講了以後 我們這邊要講 檢索的概念怎麼應用到分析跟布局上面 好,那我們接著呢 會把園區的設計專利、新型專利、發明專利、公開專利 整個討論一遍 然後接著再討論一下專利布局的一個概念是什麼 整個你常常提到專利分析 常常提到專利布局 那這中間的媒涵是什麼 我們希望透過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分析的一個過程 給大家了解一下 好,我們先來看新竹市科學園區 都是園區的人嗎? 有沒有?不是 都是齁 好,園區的歷史輝煌對不對 園區的歷史 從看看它的營業的長長 這是園區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園區的資料 可以說是國家經濟一個很大的重要資助 那麼我們看到它的經濟一直成長 當然這幾年其實看起來是比較平緩的 不過因為現在整個這個竹科園區應該是有包含竹南園區 所以這個營業的成長應該只有包含新的園區那一邊 反正 我們怎麼樣 我們都說 都說得很好很好 好不好 那當然 談到它很好之後呢 我們也要回想 當年這是怎麼設立的 是 在 現在 我坦白講 以我認為現在的行政機構 現在的政府機構要設立 創造出這樣的事業 其實是很困難的 當初這些東西 在當初雖然說是威權時代 可是當初有一個特點 它不會給你計較很多小東西 它當初的領導人找了幾個能人 找回來幾個能人 然後就交給它 只告訴它說 你要給我做出什麼結果 中間的過程不管 那 於是 那些能人 貢獻了它的一輩子 做 才創造出了這個園區的成果 那當然今天我們做專利分析的時候 也是主要也是想看 好 它對我們國家的 我常常要再講 專利可以反映出創新 可以反映出整個 這個企業的活力 那我想看看 到底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園區 是不是有這種情況 當然這個營業額 大家參考就好了 這是營業額的部分 這個是進出口額 我們可以看到 統計到99年底 基本上 不管出口額 進口額大概都還算不錯 還在成長階段 交易元素 交易元素 交易元素也一直攀升 但其實這個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樣 其實在金融海峽的時候 我知道那一年其實是有微乎的下降 那這個部分應該是跟後來的景氣恢復 然後再加上竹南跟頭肺元素 擴廠有關 因為如果你把那些營的加進來 其實是會變大的 那當然現在整個國家來講 不只竹科 還包括什麼 中科、南科 整個加進去 其實這對整個台灣的產業 其實也有很多的效果 當然第一個就是 你第一個就讓整個南部 你開始享受這個高科技的成果 以前要講高科技到南部去幾乎是不可能的 中部大部分都也是製造業 南部也是 那這個擴散下去 整個國家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科技人員都有 都有投入可以做 可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其實作為我們專利分析的情況 我們會關心的是 這到底在我們的產業的扎根 跟整個技術的物群 整個技術的場景 也到底有沒有效果 反正這個是 技術園區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就開始來介紹 檢索的概念 檢索 我們大概知道 檢索就是什麼 就是要找到專利 大家現在一定都很常找到 常用什麼就是Google檢索 Google檢索是什麼 下一個專利制 他就丟一堆資料給你 早上我看 我也介紹一些Google檢索 還有Google pattern檢索 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樣子找的資料 符不符合我們分析的目的 我們找資料要做分析 做什麼用 一定是有一個目的 對不對 當然 我在這邊稍微統計了一下 我基本上把它分為五個目標 現況 可專利性 追蹤 法律狀態 和技術分佈 也就是說你要談專利檢索 簡單一講就是把專利找到 本來你說我要一個遙控器的專利 那麼我從那個資料補充 我怎麼樣把那個資料給找到 在Google裡面 我們常常有下一個觀念字 我們看一看 出來我們就會看到 通常會覺得Google檢索很神 都可以找到專利 是不是真的很神 有沒有人去統計過 如果你找一些特別的東西 他真的找得到嗎 答案是找不到 不見得馬上找得到 那 但是如果你找的是一般的 很多人用的 Google馬上給你找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資料不解鎖的時候 你下什麼關鍵字 他只是把相關關鍵字給你找出來 那如果你的資料少 你很容易就把那一篇找出來 但是如果你資料多少 你會面臨另外一個情形 什麼呢 就是你有一大堆雜項資料 你不知道哪一項才跟你有關 那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檢索最容易面臨的一個 最大的困境 檢索面臨的最大的困境就是 你怎麼樣有複雜的資料找出來 例如 在場的可能有姓陳的 可是我們找陳是台灣最大器 你如果找一個陳 你發明你要找到某一個特定人 我們用姓名來做比喻 你就可以知道 你找一個陳字 結果你發現到你下面後面 後面還有很多 可能這個叫大衛那個叫查理 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陳跟大衛合起來 才是你要找的人 或者是陳跟查理 才是你要找的人 在專業知識上也是這樣 我今天說我想找電動車的專利 私人馬上電動車專利就通通給你 可以喔 可以喔 但是那是五萬片 全球五萬片 你要不要 你會覺得我不要 找檢索我要這個東西幹嘛 我是要電動車的 我一個馬達的專利 OK 電動車和馬達 這就是我們做檢索是不是常做的事 馬上就這樣做下去 Google也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一個end 第二個end 第三個 這樣做下去是不是就能找得到 有時候 有時候就可以很快找到 有的題目就找不到 那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不同的檢索策略 會適應不同的情況 是為什麼 是因為資料量太大 而你要的可能只是其中 例如你電動車五萬片 你可能只要其中的五百片 你要的還是很多 可是你怎麼樣找到真正的五百片 那才是你真正的問題 對不對 否則的話其他可能都不是你要的 你可能是電動車的某一條電纜 電動車的某一個控制器 電動車的某個數據線 電動車的某一個什麼 它各分五百一千的 然後一二十個系統 都構成這個五萬片 這就是檢索面臨的最大難題 那這個是不是就單純到說 我A and B and C 在一個關鍵字 一個關鍵字下一個 檢索得到 答案是檢索不到 因為這裡簽索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要的資料是概略還是完整性的 檢索的目標是要概略還是完整性 聽到這個意境 應該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當然要很完整很完整的資料 有沒有人要概略資料 其實你自己仔細想看 我們平常做Google檢索 都是概略 都是概略都不是完整的 也就是說 一個大的領域裡面五萬天 你可能要盪到五百天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只找到其中兩百天 另外你還有可能 你會找到一些不相根的 所以在專利解鎖裡面 在各種解鎖裡面一樣 你不斷的就是搜尋、剔除、挑選出你要、剔除你不要 然後不斷的才做這種工作 但是這裡不要再被那個搜索的動作所疑惑 最重要的是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是什麼 就牽扯到你要做什麼解鎖的動作 那解鎖動作哪些呢 早上馬伯的那個裡面有些 用觀念字檢索 用一些邏輯檢索 有一些那些東西 還有一些在抬頭在什麼位置檢索 它是動作 那目標是什麼呢 我今天稍微整理一下這五個目標 給大家參考一下 有的時候我們的目標是 我們想看看 那是現在的專利的狀況 這個時候不見得是要很完整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比較適用 是在研發前期跟商品化階段 我們在做一個研發案的時候 尤其在一個前期階段的時候 我講是很前期喔 今天老闆可能跟你講 這個某某的你把什麼專利給我找出來 3D電視鏡很紅 你找一下3D電視的專利 這個時候他有沒有腦筋很清楚 我要做出什麼 早上馬伯也講了很多產品面的觀念 對不對 這裡就牽得到了 產品它很清楚 但是技術它未必清楚 技術這一點 你要檢守的時候 老闆會很清楚知道說 我要開發到哪個產品 可是到技術面他就搞不清楚 技術面有時候 反而是你要慢慢找慢慢想 然後去告訴他們 好 那在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我的提議是 你不必找得百分之百完整 你只要找到七成就夠了 因為這個時候 只要知道一個大概 但是又不能太失真 因為你要不失真的話 你的數據大概要抓到七成準 抓到七成準哪不難呢 不難 對 後面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講 那一部分 好 在要商品化的時候也是 到商品化的時候 例如他 你們已經做出一個3D電視 結果你想把商品化 你前面已經對技術 細節已經根據那個細項 才去做過專利解鎖 那後面商品化的時候 是不是還要再把 有點同類型的東西 不是那個 你原來的那個標的技術 例如我原來這個是遙控器 我這個遙控器很可能是用 這應該是用紅外線 現在大部分都用紅外線 好 它的紅外線 我可能在這邊上下按一按就可以了 可是 像我們知道現在都觸碰了 也許有人改成觸碰的 那觸碰的遙控器 類似那種滑動按鈕的 好了 我假定說我有這麼一個產品 我放在這上面 那我之前做專利研發 做產品研發 做技術研發的時候 我找的是滑動跟專利的技術 可是我當然要 在研發前幾根商品化階段的時候 我找的其實是 跟遙控器的按鈕的技術有關的 這個領域其實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你腦筋 就要常常有一個範圍的觀念 我現在找的是這樣大還是大一點 還是再小一點 你要有這種觀念 你就能夠做好 那在這個時候其實是 稍微大一點 就是你不是真正開發的那個技術 是比較大一點 同類型的技術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常常看到的專利分析的 那個國家專利全能技術主題的專 這個領域範圍小了 我們 看到 反應很綿密 這表示遙控的性能很好 那 當我們的技術已經很 narrow down 到我們要的 這時候 我們就要去看 我們這個東西能不能專利 這個時候範圍就小了 就 narrow down 到我們自己要開發的那個產品 所以這個時候的檢索 就是一個可專利性檢索 就開始在研發了 甚至在做研發 從前期之後面的出之後 一直到研發快速量 大概都是在做這個部分解鎖 然後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就是要跟 尤其是要找出 重點是一個找競爭對手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專利 我們目標是希望說 我在做這個技術好 可是搞不好 然後那個有一個人做中文一樣 以後我推出產品就跟他 就會產生衝突 這個部分才是一個重點 然後接著就是 看看他的技術差異性 早上好像我也有看到獎益裡面 有那個技術的那個分解 那大致那一手段 大概在這個時候做的 好 然後我們看下一個 你如果已經有了一些東西之後 你開始就要想 或者像剛剛那個競爭對手 有些東西 這裡是指名有某一個目標 某個標題 某個對手 或者是某一項特定技術 要很年輕鬆的技術 這時候你就要開始追蹤他 你希望看到他的發展是什麼 例如 我現在想出一個 我把那個 觸碰面板的那個技術 放在搖動機上 可不可以呢 找一找 全世界搞不好 已經有人開始在投這個東西 那我做出來以後 跟對方 會不會打架 這就是一個 那最終呢 前面那個部分 可專利性解鎖 覺得 現在還沒有人真正申請到專利 我可以去搶 到這裡就說 我要去搶了 可是我也要一直追蹤他 這時候就是要去追蹤 這個對手的專利 所以 早上你們可以看到一些 解鎖手段 現在是解鎖目標 你標的一定要頂對 那千萬你不要問你的老闆說 老闆你是要什麼解鎖 老闆一定會跟你說 我通通要 他就擔責嘛 對不對 他就不要想太多 然後你什麼都要做 做完以後他再說 這都不用 好 那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這裡 比較多增加就是所謂的法律狀態 自己擺的狀態是指他有效 沒效 有沒有繳費 有沒有那些 常常 嗯 這裡 其實是我們 國內常常一個 不知道 不太懂的關係 應該是他們不太懂專利的關係 他以為對方有專利 我比較趕快付錢給別人 我曾經聽過一個人 他是一個公司的會計 然後他老闆 對方他是做化妝品 中部 然後 他對方寄了一個警告還給他 給他弄一弄一弄 沒多久老闆就付了七千塊出去 換來一張紙 受監書 後來發現這個情況在台灣 蠻普及的 嗯 可是 你有沒有想到 對方拿了一個專利來告訴你的時候 他可能是沒有繳費 早就沒有用 有沒有可能 你沒繳費這個專利 就當作不穩護 不穩護 你還有什麼用呢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 專利法的狀態 是我們不太注意的 事實上 有很 我們像 之前我 曾經幫 國內一家大廠 做另外一件事 也就是收到警告函 以後你應該怎麼做 我們就是透過專利分析 只是把對手的專利 跟相似的專利 把它找出來 呈現 給他看 然後 接著 國內一家廠 把這資料寄給對方 後來兩年內 你這個事情已經過了兩年 對方沒有再來找他 我在猜是這樣子 他可能發現你這家有準備 他不願意現在來看 我在猜是這樣子 國際這個東西 真的逼死你很多 有時候 他對方雖然知道 你官司會哪時候 他還是會來 這不一定 但是 有時候你不見得 要馬上失落 馬上就把錢 橫上換一張牌子 換一張牌子 蓋了一個什麼張給你 所謂授權給你的那種子 其實你 我們一這樣子主張說 你應該透過專利分析 把這個資訊 呈現給別人 給對手 告訴他 我們有準備 然後 當然也好好談授權 這個授權金 其實可能更不一定 國內這種授權金 莫名其妙付出去的 據我聽到的那幾個案例 都是在五千萬以上到一億 他就這樣付 我只要想一想 那幾個加一加 就有三四億人 只要省了一層下來 就三四千萬 對於現在來講 他們講加薪 講得那麼辛苦 可是如果這些部分 國內權力已經拚 所以你是幾千萬這樣出去 如果省了一層下來 其實員工都可以加薪 其實就蠻可惜了 那 這裡開始要看法律狀態 下一個是要更嚴格的法律狀態 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是在各個階段大家都要 當然這裡要加入一個是 技術移傳授權的這個階段 你在做技術授權的時候 這個部分是絕對不可少的 這個部分其實 律師 律師 律師其實是比較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這大部分 在國內都是碰到警告器 才需要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哪裡呢 你只要注意它的原文叫 Legal Status 專利的Legal Status 只要在各個專利檢索機構 美國的或者是EPO的或者是其他的 都有所謂的Legal Status 在台灣就翻成法律狀態 這種法律狀態的檢索就是告訴你 傳理現在的狀態怎麼樣 有沒有效有沒有 有沒有繳費這些狀態 但美國有更詳細的那個叫做 PiPi 那個叫什麼 PiPiP什麼資料庫 它其實也是一個公開的 那個 那個 他們的 美國其實不只USPTO這個法律 這個專利資料庫 它底下還有很多有關Legal Status 你在USPTO能不能解鎖一下 它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其實都是公開的 那它都告訴你這個專利 繳費了多少次 還是怎麼樣 有繳費幾次 哪一次沒有繳或什麼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 面對專利的最重要的 好 下一個 技術檢索 這其實就是 跟 當你的信息在技術上的時候 你的 檢索的內容就是要傾向技術 那有些人會說 這邊前面的那個下的 關鍵字下的什麼 會不一樣嗎 嗯 這部分其實早上你看過一些client 一些client的技術解析 那些表製作 大概就是那些活動 你要做的就是那些分析 那 但是技術分布的檢索 這個時候思考的是什麼 這個 這個時候你要思考的是 其實這時候很多東西 你的技術的資源是在client裡面 這是跟之前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的專利申請範圍裡面的那些究竟是有什麼不同 好 剛剛說到專利的動作都是那些 不外乎就是關鍵字解鎖 分類解鎖 那些東西 然後再透過交集聯繫起來 那到底我們怎麼樣去適應不同的解鎖 以這個來看 我們目標在技術 專利技術在申請範圍 所以 解鎖的重點就在client裡面 所以 以title address的負擔 重點在client裡面 所以你要把 你認為 你經過研探後 認為這種專利的那個關鍵字 跟你的 跟你要的這個技術 很相關的 這個部分要放在client裡面做解鎖 那 像這個專利追蹤解鎖 這已經 這個本來是最好做 因為這已經知道某一項技術 某一項專利 之後你要看它的變化 那你已經有一群專利 有幾N專利 這時候你要看它的變化 這時候其實 後續解鎖是蠻好做 為什麼呢 你可以透過好幾個 第一個就是它的slation 對 看它的變化變動情況 大家都知道slation 有沒有人不知道 隱證 第一個slation 第二個就是什麼 你可以從發明人 從公司來檢索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在這方面 你就不會漏 這樣檢索你大概就不會漏掉 這是最好檢索的 法律障礙檢索 法律障礙檢索的話 這裡剛剛只講到legal status 其實這裡在專利檢索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一些特別 這個部分 大家知道打官射的時候 是不是用技術眼光去看 不是 對不對 因為專利是把技術變成法律名詞化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 會變成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例如我這邊技術上可能就是用的按鈕好了 我可能把它變成觸摸螢幕 但是我可能不會寫觸摸螢幕 我可能會把它寫成一種經緣 沒有經緣或者是壓力感測的裝置 我可能會用這種抽象式的寫法 好 再來 再來 在法律真正紀錄訴訟的時候 它 你會不會欺人它全部是技術 就變成說 你的動作跟它所描述的動作 是不是相似 就變成有差別了 已經不是說這個技術跟那個技術 這個技術跟那個技術 如果有技術的話 很可能就說要觸摸螢幕才是 但是如果把它描述成一種 透過壓力感測的一種 來決定那個觸摸 壓力感測來決定動作的一個裝置 另外一個可能在別的領域 別的產品 有施放這個東西的 它用同樣的描述語言 它其實在法律上就是認定說 它的技術跟影響不同 在我們的科技技術上可能不同 但是在法律上會認定影響不同 因為法律是通過文字語言來描述的 它只認定那個文字的語言 除非是很明顯一些有博士語的 不然的話它一定會以文字為基本 然後專家的那個部分的分印 反而是變成一個 附屬的一個參考的價值 所以在檢索的時候 有時候你反而是要思考那個語句動作 那種你怎麼去描述的語句 你要把它描述語句變成你的關鍵字 可不是把那個技術字變成關鍵字 這就是差別 好 那 這個反而線通檢索這個是最大的 這比較大 這比你要開發技術還大 因為相似的都把它抓進來了 那可專業這個其實就比較傾向我們一般認知的 我們一般認知的那種技術檢索 好 對這個檢索的這個概況有沒有有什麼問題嗎 有沒有檢索的一些經驗需要討論 好 那這次是針對檢索的那個情況 我們做的一個討論 但是沒有問題 大家想到的時候我們可以再討論 隨時可以舉手討論 那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還是介紹一下基本的東西 不過基本是有一些早上我看 今天有講過我會把它換書代過 你要做檢索的時候 早上有告訴你要用關鍵字要用那些 但是其實它都根源於INID數目碼 這個專利數目碼是國際專利組織在訂定的 它是一個兩位數的號碼 在前兩年也開始說要準備改成三位數了 不過這種國際機構如果一旦要改名 通常是沒有五年以上改不了 所以我看最快三位數出來的時間是三四年以後 所以三四年以後大概快2015 那在這個書墨碼的中間呢 有一道就是講分類 那我覺得這也是比較值得來提一提的這個分類 那書墨碼是什麼呢 書墨碼基本上你在首頁所看到所有的資料 名稱發明的申請的申請日申請號這些 你所有看到的資料都是書墨碼的一部分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有範例 包括災要代表圖影證參考文件 書墨碼這個正式的名稱就是這個 I N I D 就是這四個大型的 就是這個 兩個阿拉伯數字組成的 所以我們知道有兩位數 所以以每10個來看 0到9 10到19 20到29 都有一個分類 那我們看到50這個東西是跟技術資料有關的 就是我們看到的國際分類 本國專利分類 我們看到本國專利分類會想到什麼呢 例如美國 是不是有個美國專利分類 就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在書墨碼資料裡面 你看到51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看到裡面的號碼一定是IPC 國際專利分類 如果你看到52這個號碼的時候 一定是那個國家的分類 現在有自己國家分類的有幾個呢 美國 還有日本 是不是 歐洲也有 歐洲專利分類 ECLA 台灣有沒有 這個應該不需要懷疑吧 大家沒有 所以基本上現在主要是三大分類 老共也在講說他們要創立分類 不過這個通常你一個國家 從一個東西到出來都長好幾年 這沒有那麼快 發明的名稱 歇嫌技術這些 你看 跟技術有關聯 然後放到50幾 其實這中間沒有寫的還是有 這其實99個已經用很快完 所以才會討論 說要不要擴展到三位數 好 那你看看這個 我們在申請的時候 是不是有時候只申請一次 有時候會追加 有時候會分割延續 就是說你申請給他 專利就給你一個文件 說你什麼原因 因為你需要補件 你需要再送件 或再重新買一次 很多法律上的名詞 就放在六十這裡 所以他是用這樣的情況 把這個專業狀態完整的記錄下來 這個資料在哪裡有呢? 在各國的專業局裡面 那這個資料按 按理是應該要送到全世界的專業局 全世界的專業局是哪邊? 大家知不知道 是歐洲、美國還是日本? 歐洲是不是 對嘛 歐洲負責收集全世界的專業資料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WIPO 國際智慧財產群組織 在哪裡?在歐洲 他們負責收集整理全世界的資料 現在再問大家一個小小的嘗試問題 全世界專業現在已經到底多少件 給大家幾個選擇 三千萬件 四千萬件 五千萬件 六千萬件 七千萬件 有沒有答案? 好 再跟各位講 美國一年產多少? 美國大陸大概 歐盟大概都一年在五十萬左右 美國大陸大陸在五十萬 歐盟少一點三十幾萬 你看這加起來有多少件 所以 整個歐洲這個部分呢 已經收集了將近七千萬件 七千萬件 想想那麼多可怕 可是 真正有用是最近二十年 最近二十年是幾件 差不多兩千萬而已 也就是說 大部分 因為他們累積的是 從一百多年前開始 他們最早專利制度出現 一直到現在的一些文獻 美國也是 所以早期 1976年前 現在大概都很少 很難檢索得到 大部分檢索 我們關心的是八零年以後 那真的 有些人就關心到將近兩千年 這個時候才開始 當然 以現在的力量來講 兩千年以後其實佔了一大 蠻大的一部分 這個部分是 也是值得注意 好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舉的例子 剛剛不是說 這邊都是號碼嗎 你在全世界各國的專利裡面 你只要去看到這個號碼 就是同樣的意思 全世界各國 包括什麼 法國文 德文 俄國 甚至跑到 非洲的叉叉利亞 什麼共和國 好 跑出來一個文字 你看不懂的 可是你知道它的專利文獻 你只要看到這一個 那 你只要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專利名稱 記住這號碼 發命人 專利全人 這是什麼 申請的號碼 申請的日期 然後 這個專利的公告號 你看到前面也有的號碼 這個就是所謂的INID專利輸入碼 那 全世界現在在做專利搜尋 其實就在玩這個東西 專利輸入碼 有多少 就讓你在裡面解鎖 解鎖之後交給 把資料交給你 那你看57是摘要 還有一個全文 全文是另外的 那你會說 既然歐洲收集完整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很多商業資料庫 商業資料庫 跟政府資料庫最大差略在哪裡 有沒有人知道 既然有了政府資料庫 為什麼還要商業資料庫 為什麼 那代表你命力有一樣不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 一定有不一樣的地方 這在哪裡 很簡單 這些基本你申請 跟申請過程到獲證所有的基本資料 這些都是政府資料庫的方法 那商業資料庫真的有不一樣嗎 好像大家有的應該也有過吧 專利功能的資料也有過 那它有什麼不一樣 這就是作為一個最簡單的不一樣的產業 想一個最簡單的不一樣的產業 想一個最簡單的不一樣的產業 大家早 好 這個是Expecies Banking 就是我們又稱為Expecies Electric Company 對不對 好 你就兩種寫法 這個光公司名字的寫法 是不是那麼單純 那你在做檢索的有沒有可能 這家公司可能有三十種名字 同一個名字有三十種寫法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這個是Expecies Banking 我們知道這Banking是日語的英 你用英文寫就是Expecies Electric 這還是一種 不要說這個吧 我曾經統計過我們國內的台積電 有沒有台積電 這也不算什麼 不過這因為大家都很掙扎 台積電是不是有英文的法律名字 他在國外申請的專利 他今天有可能全部都寫他的全名 但是大家總是會想來一下 尾巴就把它去掉 鎖寫變點變豆點變什麼 對不對 光是這種寫法 我統計了一下 他在全世界有幾種名字嗎 五十種以上還是五十種以上 絕對是以上 不然我也問了 有沒有超過一百種 你猜一下 好答案一二四 可是這個 因為他這個東西是由各個基層去發動 去申請大家醒醒 大家也習慣 而且我們人看了也不會有差異 可是在機器裡面看就有差異 所以你在做專利檢索的時候 如果你檢索台積電 光是他本身同一個名字 就可能解鎖不出來了 通常 但是你在商用資料部裡面 沒有什麼情況 你還可能意外的有一個發現 是什麼呢 你突然發現 而神力不是台積電 而神力是誰 是世界現金 為什麼下台積電卻買到 卻看到了世界現金 也是他的嘛 對不對 也是他的嘛 所以這就是商業資料部加持的地方 你希望說 我今天如果對手是台積電 我以他為觀察對手 我找他的專利 結果找了半天 結果漏掉 原來他買到世界現金 他還是把他的專利 他還是因為我有那個技術 我希望這樣子 我們一定不希望 所以商業資料部給你 就是這個價值的東西 過去國內也曾經適合 暖制台積的資料 放到外面去 結果後來做示範 為什麼 因為他過去國內做的 還是掌握政府的資料 沒有做價值 國外能夠做成功 就是因為 他的專利資料 能夠做到價值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好用 才會喜歡用 當然不只這一個東西 還有很多 還有一個著名的國際分類 叫DWPI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的舉手 我看看DWPI Belvin分類 都沒有聽過 這是美國公司 美國出來的一個世界級公司 這家公司在做什麼 今天我們來看 你看這裡的專利分類 是International這個 IPC分類 G01S1334 可是DWPI 又創了另外一種分類 他會告訴你 這裡的分類 這一篇專利的技術 還好 他自己有自己分類 他會把它分類到不同的 類別去 分類到不同的產業去 等等公司 花了多少人做這個事 他一年 花了四百個人力 在做這個事 我們政府那個 整個專利審查的原因 也不會是這個數字 對不對 他之前 一百年 還把所有人 不會什麼都幹掉 對不對 他說 哇 那你可以看到 國外對這一塊 肯定的重視程度 他光 這個價值 他就做 用這樣的量去做 好 那有什麼好處呢 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能夠掌握世界的脈動 美國那些大企業 因為 他已經把 所有的專利都看過 而且都分類過 分類到不同產業 不同的企業去 好 這就是美 就是INID 你看台灣的 這是不是前面有號碼 這號碼 也許一開始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現在以後應該都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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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 我另外一個 我還給拿上來 那個 那個號碼 那個號碼 就像我以前有放過一張俄國的專利 你 雖然那個俄國的 你 看不懂的俄文 可是 只要那個號碼 什麼 你就知道那一塊 就是它的專利名稱 那 這個在做 專利的細部分析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些用途 有時候你需要 針對那個 名詞去做一些 了解一下 人家到底用 什麼名詞 在看這個事情 好 那 專利分類 這個部分來講 我做一個簡介 第一個 我們知道 它是 先做一個大捷的 配備 ABCDN的解釋 那 專利分類給大家最難的 因為這個理由 大家做檢測的時候 要常有這個分類概念 剛剛我做 做檢測的時候 你要把它從小 一直到大 這個領域 早上 我也教你們做那個 技術筒 對不對 也有講到 那個技術筒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這個概念 這個階層的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一個階層的概念 你可以看到 D62J00118 它是一個點 在專利這個裡面 這是兩個點 兩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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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什麼呢 代表很簡單 這個N18 下面有四個小地 1201212124126 我們看起來好像都是專利分類5G 其實代表的是 這個N18帶領的四個小地 因為它都是兩個點 它是一個點 那個是班長 下面是班丁 他帶領他們 他是屬於他分類 所以你腦筋你要常常有這種結成的概念 那再回來看專利分類5G 你可以看到 162J00126 我們叫所謂的12345G 這個是很容易懂 但是最 平常最少講的是這一塊 實際上分類就是一種 樹狀分類 隨時隨地都可能長出分支 每一個點都可能長出新的分支 這就是分類的一個概念 他們透過這樣的分類呢 就可以讓 把這個世界上很多的事物慢慢的 一步步的去分解它 去看到找到它的類別 那在專利解鎖的時候 其實也要知道的是專利號碼 通常這個叫類別碼也叫開扣 大家都比較知道的是這個國家碼 還有專利號 像台灣其實 雖然我們沒有關TW 在國外都會關 我們都用M什麼 在國外都會用TW什麼什麼 六位數的號碼 那真正你比較 不太熟的是這個 這個其實跟你的那個 法律狀態有的關係 通常最普遍用的是 A是申請過程中 B是獲證過程 獲證沒有過程 不是獲一次就好 你有時候可以看到B1B2B3B4 那表示它有很多次的 文件的更正 神在神查在什麼的 然後一直改動 它的每次改動就是一個新的號碼 那通常來講在解鎖的時候 你會不看這個 但是在法律狀態的時候 這個部分很重要 好這是國家的代號 國家的代號 那常用的 我們常用的是什麼 大陸的嘛 歐洲的嘛 接著 可以看日本的 我們自己的 美國的 還有WO的 常用的是這幾個 那在免費的政府資料庫裡面 我們也查到這個 不過大陸的 它一直說要改版 還沒看到 它之前也是很不好 那跟我們的資產一樣 之前也很不好 但是這兩年改得不錯 這個資產果真的是 所以改得上世界 我們現在是在提這一版 我個人就認為 跟世界的政府組織在比不差 那大陸的那個之前也是很差 那常常就進不去啊 當機啊什麼的 什麼一大堆的 那有號稱 我記得有號稱這一年要改版 可是還沒有看到 開扣有很多的意義 這是EPO的開扣 我們可以看到 你有沒有檢索的報告 你沒有檢索的報告 檢索報告是什麼 所以像你在EPO EP多少專利的A3的話 你會發現那裡面沒有內容 你只有一些檢索的資料 然後補充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堆 這個好 所以B1 B1之後再修正 再更正 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號碼 這個在Egal status 當代代 通到法律狀態的時候 這個是很有用的 好 那個早上已經有講過檢索了 所以我後面這一段大概就會帶過去 大概會補充一些早上沒有東西 這就是我說這一次的直台局 反正從它的專業區進去 從專業資料解鎖進去 就可以看到一個 諮詢節奏系統的畫面 這個 這個看起來跟過去 但是它內容差很多 我個人是蠻來襲 他們現在這個發展趨勢 我覺得走對了 那 這裡來講也提供了不少的 這種資料檢索的功能 我們常看到 簡易不明進階表格都有 那這裡來看到一個 其他的資源 以及 場用的一些連結 好 那它還提供了一個分類 分類在哪裡呢 分類在第一個 上面首頁的第一個 這邊可以查詢到這個四階的分類 那到四階夠不夠 其實到四階就夠了 三階太粗 五階太細 四階基本上 我們一般在做專利的人 都把四階視為一個獨立的技術 因為四階是最接近一項對立技術的階層 那當然也有意外 不過大部分你可以這樣看沒有錯 好 你可以先找到飲料等 在這邊找 透過分類去尋找 大概你也可以找設計分類 然後 這是有按鍵狀態的查詢 你可以看到這按鍵狀態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在什麼情況 然後 這就是 這些就是所謂的 negal standards 然後 權力的移動 好 這就是我們找出來的那個資料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嗯 基底電路布局的一個資料 那 其實這個都是你自己 就可以 這很簡單 我也不多說 檢索 好 檢索這邊大概就是 全部在號碼那些 來欄位去檢索 這邊有更細節的欄位 好 那 在這裡呢 可以做進階的檢索 可以下指令 這個 如果有用過美國用手的人 就會發現 因為我們也 也開始直接欄位了 好 當然我們現在就是有一些資料 像這個就是 表格的部分 這個在 國外也常看到 像歐洲的資料庫 裡面也有這種東西 好 那 之前你在做檢索的時候呢 你要你要做是活用 有沒有一種接手 一個方法 一個做法 一定就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我們前面談到 你要先針對目的 設定你的目標 好 那接著 早上 好我介紹那些手段 要怎麼用呢 你就是要根據你的目標 可以定定 還有你不是一次找到 有時候我們是要分批分批的找到 例如 我做個假設好了 假定 在這一片茫茫的大地中 我的資料是分布成這種形狀 我做個概念 解鎖概念 等於是這樣的弯弯的形狀 那你每次下一個解鎖的時候 其實是畫一個圈 畫一個圈 就把我要的東西整個包住 包起來的話 一定會包很多雜訊 對不對 很多人不要的資料 那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有兩種 一種是你當然整個包起來 如果建築不多了 你再開始包小圈圈 然後排出排出排出不要的 另外一種是什麼 假如說你的資料長的 形狀是這樣子 那你只有包幾個小圈圈 讓它把這個弯不同面給抓出來 看講會不會太抽象 好 簡單講 你如果做一個很大的 你覺得見數太多 雜訊太多 但是你在檢索的時候 你就應該去思考幾個 檢索那個範圍比較小的 做幾個小的檢索 然後把那幾個小的加起來 這時候你的資料的 有時候那個程度會比較高一點 例如剛剛所提的這個 遙控器 我要觸摸 觸摸好了 可是這時候有可能說 我的觸摸跟遙控器 這種裝置 如果我再加上那個什麼 以感應壓力的一種控制裝置 那這個專利會打到不得了 對不對 越抽象越多 那如果我開始就做限定 我要一個觸碰螢幕跟遙控器 我要一個感應裝置跟遙控器 或者是做這種交集 做到很小 也就是說我把一個大耳廳 畫成很多小的交集 是不是可以交集到比較 比較精確的地步 是不是 用這種概念 所以我們做 真正做檢索分析 比較資深的人 他不是做一次檢索 他是把一個大解索 分成很多次來做 這樣抓到的資料會比較好 那接著我們以園區的專利來做一個 這大部分是管理圖分析 這前面幾個是管理圖分析 那到後面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分析的 布局分析的思考 但是我們以園區來講 這次我專利結束怎麼做的呢 其實很簡單 這一次專利結束我並沒有做得很深 因為這個題目很容易 因為我只要在地址欄裡面 打上新讀室跟科學園區就可以了 所以專利事務雖然多 但是不會太難 好 那地址欄在哪裡 有地址欄嗎 哪一個是地址欄 告訴我 有時候 稍微要靈活一點 地址欄在哪裡 大神 大神 申請人 申請人 對不對 你注意看 申請人下面是都寫地址 所以 其實 雖然申請人我們習慣打公司 但是你要靈活一點 如果地址都在他底下 你為什麼不能打出新讀室 同樣的在EPO的申請人的後面 還附有什麼資料 國家 對不對 他後面都有括號 這是KR韓國的 這是JP日本的 這是US的 對不對 所以 檢測的時候 還有一個就叫營活 營活 你不要局限 申請人應該打公司名字 那 如果打公司名字 那 光台積電那些 你就找不起來了 好 所以 請大家靈活地運用這些資料 那 其實怎麼靈活 也要看各資料庫的特性 像 這裡 你就 找得到美國的資料嗎 申請人是美國的 對不對 對 對台灣專利 看過了不少 有嗎 有沒有美國 有沒有日本 有 對不對 所以 你解鎖的時候 是這樣解鎖就可以了 好 那 圓區的專利怎麼做呢 就是在申請那邊 我打新讀室科學圓區 所以這次的專利 我重點不太檢索 我只做個概念 怎麼跟物局也接觸了 這次並沒有做很詳細 如果有機會再跟大家要報告 檢索的那些 美美卡卡的一些步驟 那其實是有很多 很多例外 很多需要討論的 好 我們先來看設計短語好了 就比賽 比賽的專利 不多 一百多片 然後分布是這樣子 比賽專利還好 雖然量不是很大 但是平均都跑出來 比賽專利的用途是什麼 做為什麼用途 外觀 對不對 那什麼情況下 我會希望外觀保護 產品的量是不一樣 對不對 新產品也是 那代表我們可能 常常都有些產品出來 那這幾年可能特別多 為什麼我說這還好呢 雖然量不多 到最後一月就知道 那個等一下我們再看看 那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它大概是很平均的 尤其是 我們看到這升級快 這個 升級的力量 雖然這個藍色部分 雖然有這些變化 基本上最後這兩年還好吧 那真正讓人感到奇怪是後面 反正你到最後你再看好了 那這是幾個前面幾年的 它總共只有23個專利權人 園區其實不要說 這個 以這個專利權人來看 其實只有少量的人投注在 它的產品的外觀保護上 那我們這裡可以反映出一個什麼 如果我做的是代工 是幫別人代工的東西 我又不要設計這些東西 就不需要 對不對 如果我做的是一個自己的產品 像我們看到這裡是小型 攝影機 噴墨 這都是自主的這種消費性產品 所以這比較需要 所以代表呢 我們真正在做自己產品的公司 其實不多 而且這是累積十幾年 大家看到 十幾年 那以量最多來講 1998年 那你媽的12年 是12年來的 所以23個 代表真的不多 少數幾家大概 再走這條路而已 那這是第一個 我看到這個數據的感覺 我有設計專利的這個 產品跟數量 我第一個看到 第二個就是 最高的 二十幾千 那 如果你真正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還不是 這前面幾年 還不是這幾年 很多都是在 這個高峰期升級 這幾年反而不是 我們來看看它的那個分類 最多的是1402數據 照相機 圖像 紀錄設備 這裡面其實掃描器 你看 大概這個就是掃描器 數據 數據設備 這就跟什麼有關 那個記憶體 記憶體有關 有部分 然後這個是跟照相機 我們現在攝影機 照相機那個也是 這種消費產品 要符合 所以最不容易 有一部分這個東西 好 總共二十幾個專利器 三十幾個分類 也就是說 每一家大概一個分類到兩個分類而已 好 不多 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E4 對 前面這一塊 好 那我們看看它的 E4的這個分類裡面 就跟這個 影音光列機 多媒體 播放機 這些掃描器也在這裡 然後 數據電話 影像電話 無線機綠台 然後這些 照相 E6就是照相機 數位相機 可以看得到 這是 這些年很火紅的 一些消費店的產品 這三年 更可以看到 我們來看看 2008的時候是 無線通緒 過水匣 微放圖 無線資料 相機 然後 2009呢 這是 才五件 他十一件 五件 十二件 所以觸控 墨血夾 寵物機器人 都這樣 你會不會覺得 這才鳥蜜 變雜了 然後 這是 他共寫的十二件 都是他一家 晶片導線架 這個 這個 比較特殊 我設計專利 但是我是在 今天的導線架 感覺上 應該比較像 新型專頁 不知道 他為什麼會特殊 這個部分 我還沒有詢問 應該要詢問 這一行的專頁 看看 但是我覺得 導線架 真的需要做這個 那 從這幾年可以看得到 其實 你不覺得這個都蠻 除了墨水夾以外 好像都不是長期的主題產品 火溫槍也是SARS以後 比較有名的 那這裡來講 無線資料傳輸器 墨水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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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比較固定的 無線網路 你可以看到 這個產品項目是比較雜 這是第一的 我們有生理專頁 看到 固定幾家在做 然後 產品比較雜 對不對 還沒人看出其他的東西 好 沒有的話 我們就往下看C型的部分 好 請講 那這些固定是成為那個 檢索系統版的 還是說 不是 我們要自己去畫 我正用Excel畫的 用Excel就有那種 整理和系統版的功能 就可以畫 那個 痾 這樣子 你們回去做一件事情 你們在做這每個檢索畫面都可以 你檢索之後 就會有列表 專利有列表 專利列表 請你先寫全選 你現在在上面看不到 對不對 但是在你全選之後 這邊會跑出一個資料下載 這平常沒有 請你專利列表那邊 先有個框框叫全選 那專利局的資料怎麼來呢 就這樣 這樣你就可以下載 這裡 那邊有個資料下載 資料興趣之後呢 它會有很多欄位給你選 你也是把它全選 然後就下載 你可以像Excel的格式 請大家回去自己試試看 那我後面的分析圖是 就是由這個下載的資料中 並進證圖機分析的 那專利局現在一次 最多給人下300筆 所以如果你超過300筆 你檢索一個東西 超過300筆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 用公開日去限制 一年一年 或者一季一季一個月 太多的話 就每幾個月把它下一次 把它整理整個下下來這樣子 請大家回去可以練習看看 這個回去不練習就 就忘掉了 那你想 年代 申請公開 這個我打英文 但是那個 我們自然覺得 中文嘛 就是申請年 公開啊 專利申請年公開 年優先權的日期 那你由那邊 就可以統計這個數據了 然後後面的這個專利權人 也是從那邊來的 那裡面有一個欄位就是 申請人 就是這樣 申請人就是專利權人 那這兩個意義是有一點差異 申請人跟專利權人的意義 差異在哪裡 專利權 誰抓到這個權 申請人就是申請 他未必有權 他可能把全力抓掉 其實是有一點差異 但是我們一般 在初步分析的時候 我們不考慮這個問題 只有在什麼時候 在做法律狀態分析的時候 我們才會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會把申請人當專利權人 初步來看 但是到法律狀態的時候 我們會把兩個再分開來 那這個數量分類也是 我們剛剛有學過的國際專利分類 這是設計分類 那也是裡面的一個欄位 那也是透過那個 他叫什麼 Excel那叫什麼功能 他有 有可以把對於列 你做資料去做統計 統計人內的功能 應該有人比較厲害 是他叫什麼 好 反正大家 大家回去問問看身邊的人 應該有人比較厲害 因為我也是用別人做好的 好 然後 這一些分類的 在哪裡找呢 大家知不知道 有很多是專利工程師 我剛剛媒體 我以為他都會知道 這個部分 你還是由制裁局那個資料去找 這個地方 會有 專利 國際專利分類 這裡面 會有 這些地方都會有設計 這個各種分類都有 所以 這個部分從哪裡來的 從這個地方來的 或者點這個 從首頁 第一 進行 就是這個地方 這邊是資料 檢索 下面就是國際專利分類 那裡面你就可以去查詢 每一個 每一個分類的定義 我們來看看心情專利 心情專利 心情專利 也是這樣子 這一年多一個 臀掉下來 大家都注意看 風不是在2012年 就是在2008年 2008年 發生了什麼事呢 海嘯對不對 日本的大海嘯 不是啊 是前世紀的大海嘯 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有一個 然後你看後面那個 最後的EA那個圖 有時候 都還一直 有懷念 好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專利權有多少 然後 但是這裡我曾經去 看過每一個每年的資料 其實這都 前面幾名都不是這幾年 這幾年都沒有 他都沒有專利 前三名 前三名都沒有專利 省大海有一點 全貨也快 快沒多少 你看本身就只有20 20件左右 他們都在某一期 出了一堆專利 就沒有了 都是這種特性 那 華金科技是 還 華金科技是前年 前年出來 前年 還有一些專利 那在這個部分來講 你可以看到 呃 大部分都是什麼特性呢 一二十件都是什麼 可能 某一期再發展網站 好 丟一堆出來 再丟一堆出來 就沒有了 大部分都是有這種特性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 剛剛我們說IPC有分類的 我們通常會有IPC的世界來看 大概 主要集中在哪些領域 呃 在園區裡面 我們看來看去都是H04 G06F G03B這幾個 呃 這 我先講 我看到的結論就是 不管發明信息 還是申請公開 在那個 在3階 4階 5階 看到幾乎都很像 正點 這個是什麼特性 這個 這跟我在國外分析的時候 往往 分析國外專業的時候 往往不一樣 往往3階 4階會比較接近 但是4階到5階的時候會不一樣 像 這邊4階是H04N001 G06F2003 前面排名 但是在國外專業都會接受 常常會有一點點跑到前面去 他某一類的5階的專業會變得很強 然後 這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 某些廠商會很集中 不僅在某一類裡面 他那一類裡面會申請特別多 但是在這次看園區的 呃 真的是表裡彼此 好聽一點 表裡一致 就是 你前面看到什麼分類 後面有什麼分類 大概都很一致的這樣看 這個其實也可以說明是佈局不太夠的 因為我們國內申請專業都有一些 怎麼講 現在你開發商產品老闆說 寫個專業吧 你就寫寫就跌不去 大部分就是這樣子 那 在申請專業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很 這 這其實就不叫一個佈局 佈局的思維是要看著說 我投這個專利以後 因為我要花精神 所以我要看哪一樣的專利 對我未來會有幫助 未來是指 必死必死 生理 如果你對商業沒有幫助 那個專利 以及申請還不如不要申請 之前也有人問我 他們開發了一些東西 要不要申請專利 我看一看以後 我說這個你還是當醫院秘密 趕快賺賺賺 賺了兩三年 我們不會像這個 這個不會鼓勵你 趕快申請一堆 但是 對企業來講 這都是慘敗 這都壓自己 這都是一堆勞死 所以我從企業角度來看 我不會鼓勵他 你還是從必死的角度來看 那專利這麼重要 重要 如果你懂得運動專利 你讓他打結封 讓他成為攻擊的武器 這才會對生意有幫助 那你作為一個產品 你要是看說 我未來要賣到哪裡 然後我的對手是誰 他的技術是什麼 我要放什麼樣專利 這才是佈局的概念 那現在整個園區 這個看起來都是 你有一個什麼東西 神經的什麼樣子 這個技術專利 都沒有變化 所以三接四接五接 現在講到刑警後面還有發明跟公開 其實大概都是很類似 都是一字系 聽點是一字系 我們來看看四接 那他的都是什麼 影像傳說的 電子賞壓器的 這個應該就是scanner 可是scanner在園區最紅的是什麼時候 2023那一代子 2000年前後是國內產業的重頭戲 現在當然還是蠻多量 但是他已經不是重頭戲 那所以說在專利來講 如果仔細去看 那2000年前後的大概都是這個分類 然後這個是跟電子經營機處理有關的 所以他這樣那個時候蠻大的 這個其實你回頭去看 在2000年前後 2000到2005、6年之間 大概都 都是這個分類在贊同 那如果是 我們來看看這個三接的 三接是基零 又有基零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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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前幾名 其實你可以注意到 他的類別數量都沒有太大變化 只有這個有特別感 好 那我們來看看各年代的那個分布好了 那 值得提的是 你可以看到這一年 這是2008年 2008年好像都變得比較大 比較多 那年數量很高 但是你可以注意看這個分布情況 只有在這一個時候有一點差異 其他在這個是2009年 有啦 但其他各年其實 他根本不形狀 值得數量多一點 少一點 都很理智 這代表那個產業的內容性變化不大 只有在2009的時候 這邊縮掉 GNCI H05 這邊縮掉 有一部分不見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 稍微多了 當然也不算多了 都突出來一點點 是來保留 這一條 H04也縮掉 然後這個還有保留一部分 所以大概 比較重點是這個 那 只要這邊要留一個 H04是不是就收掉 收掉一大堆了 然後這邊呢 GNCI H05 是不是真的 這部分 海月 是有變化 我們來看看 H04 就跟你像通訊有關的 然後 ゲーム 這是什麼 GSC H05 這個我可能沒有 我們放上來 GNCI H05 GNNChe H05 GN做的是三接的分� battery 但是GN3 你可以看到 也是跟 empowering 所以 這部分 為什麼差異這麼大 值得去討論 在专利分析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问说 专利分析是要得到一个结论 不是 专利分析是得到一个影子 这里其实是给大家一个 可以看到讨论空间 H-04这个产业现在怎么样 所以专利分析是要 结合产业分析去做 园区的H-04到底现在的产业 为什么专利分析不见 心情不见 发明我们来看看 接着H-03 G-03 H-05这一块大幅萎缩 为什么 是要做这个讨论 所以真正有些企业 前年跟企业接触过 他们开口都说什么都要做分析 我的态度都是 先别急着做所有的讨论 讨论你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做完了 你看看以后 可以给你做货货一等 所有的分析图都出现 但是你会找不到目标 因为你的目标才重要 像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缺哪些东西 哪些有变化 那这个目标才是我们要 进一步去行动去找的 那我们看H-07 这个产生的G-03 H-05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几年的变化 这是分类的变化 你可以注意到这四年 H-02不见 H1100不见 他最高是在这 2000年 所以 到这样看 应该是 这一段是他的产业黄金时候 是不是那 财政历史呢 也是卖2000到2600年 那一阵卖率最好 好像也是 国内那时候好像蛮多 这种热门消息 然后接着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名的 第二名倒是 属于现在的 G03的 G06F的不见了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分类分析 这个都是以色列划出来的 那你可以做这样的分析 去讨论这些产业的变动 那有人就会说 那很多资料 我们到底要注意什么 在分析的议题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 不外乎 相同的跟不同的 对不对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相同的不同 例如 你要注意的是 他虽然名字第一名 可是他这几年都不见了 他的这个特点 就跑出来了 那你将去找出他的原因 你先找几个特点 找出几个原因 找出几个原因 大概就可以看一下 例如第二名 第二名在这两年很多 前几年 前几年看起来出现吃素还好 在2015的时候出现过 接着跑到2019-2020 你要注意的是这种相同的不同的点 那找到这一点以后才去往下走 这就是专利分析 专利募集的概念 那其实由这里来看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我在猜这个H04传真的 这应该还包括扫描器吧 H04记得是包括扫描器 那这个产业可能现在都已经在往下走 好 那看看这个世界的前五名 专利权是这个 没错是光级扫描嘛 G106F是跟那个电脑界面有关的嘛 产品摄影机、电脑、民主件 可是这几年比较多的是这个电池跟电话 这几年比较多的 这有哪个可以看吗 可以看这里 我这边来观察 你以后这边可以观察 现在这几年的情况是什么 当然这个都是要去做比较的 那你要做得更适合的也可以 你可以一年一年的切 一年去比较 看哪些产业在哪一年起来 哪一年下去 但是我们一般初步是不做的那一块 那一块是非常detail的 而且你还可以搜紧不同公司的财报 什么那个公开讯息 去看那些资讯 早上也有提到这些 早上也有教这些东西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部分做完 你再去做 就是做早上的那些讯息 那我们来看看有专利有三级有获胀就不文库 不文库的资料有时候我们也会注意 这有两层被不文库 平均十年左右就把它放掉 开发一个产业十年 其实这已经算 这不算不正常 这算整个正常 扫描器丢了最多 这几个都是扫描器 跟扫描器有关 这个G类在电脑分类是方法 所以它可以用到各个产品去 H就是H1生就是真的那个光学的扫描器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分比数量 这个放弃也最多 几乎这些都放弃了 这个放弃 基因因为放弃的比较少 大概比较多人在用电脑的资讯处理 那种数位处理 处理完了要做什么 可以用在很多产品 所以不见得是扫描器 不过这样看起来应该是 少拿去丢了比较多 这就是新型专业 那我们来看看 也是 动 动 对的 好 那我们来看发明专业 那发明专业来讲 多了 2000多边 刚刚看那些数字还真的是小了 一百多篇 几百篇的 2000多边看得有点像样子 然后我们看他数量也是 注意看这个申请 这一没有出来我还可以接受 因为发明 新型现在跟他的新 我们知道他的公开要多久 六个月 六个月就过正了 所以新型的这个资料比较没有实差 发明会有实差 实差意思就是说 我上去自财局 自财局什么时候把它 放在我的资料库里面公告呢 高准新年半 那有些比较快一年 有些你要求快速审查本半年就出现 但是大部分都在一年以上才出现 于是这个出现都有实差 所以这两年可以不看 但是2008也是少 这倒是很奇怪 为什么 其他的 我们看到新型的2008很高 所以发明的2008并不高 他在之前就通常都掉下来了 应该是巴黎一直持续长长 其他的结 我会有二五五五五五五四 对不对 以基础生根来看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还是一样 前面这个 最多这个400篇 到这个200多篇 但是实际上这些也都 这几年没用再贡献 没什么贡献 没什么贡献 也是一样 这给大家看这个分类 这跟前面的解释方法一样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十年的那个 这个其实我画十年画太多了 因为这样子 它的颜色不够用 会重复到 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 2008好了 这是2005 2008叫哪里 2008其实是重叠前去的 在2007 你会看到 那这个是2005 事实上在这里 画的越多 你们越难 你注意看 那像这个是2002 你看2002真的有一倍 是变得很高 这个都是标准的很高 这是那个Scanum那个 事实上这个 应该是2001 应该是2001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部分来讲 发明比较没有特性 发明有多有少 但是 其实 个别一两类有高低 但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 像那个心情 整个某一类缩掉 那种情况 那 这也一样 这一年 我最后一年 2009 你看2010 也不看 2010没有 2008 就我们开始没什么数据 都是各位数 小一十件 因为那小 小一几件 那真的你看不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高的 最低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的分配都很均匀的 在下降 对不对 很均 随着年代不同的 其实个 变化有没有很大 好像也没有很大 前几年来看 我说的是 你看 这个最高是它 然后接着 有这些类别 我说是 这个年代的形状 不同年代 你会觉得它的形状 其实差异不大 这代表 它在不同的 这个分类里面的分布 是差不多的 这跟我前面看了一张图 是得到答案是一样 这也就是说 我们的 所生产产品也够 所具有的那个技术发展 但 都是在类似的东西里面 还有这个就是四阶分队 三百多个 它是蛮杂的 不过大部分 也都在一起零几 这一段 我们再来看一看 四阶的变化 我在这里来讲 应该都不太 不太有 因为 刚刚已经说过 这个分类的 看起来都不太有变化 那通常来讲 这个我是画太多一点 所以建议画一半 十个到十个左右 所以差不多画了六七年 大概会比较好 这比较容易看 事实上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一般我们只喜欢 ecell表 把它放在 ecell表 每个分别数据 都直接看数据 我们习惯这样看 五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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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这前面这一排 都H0L 然后在H04N 这又H0L 又跑去H0L 又跑去H0L H0L 下面有一队H0L 也就是说 我们大部分都在H0L里面 H0L是什么 其实就跟半导体有关 各种半导体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是半导体 这个原型半导体的这个重要基地 这边问题 好 都集中在半导体里面 好 这也是 好奇怪一点 蹦蹦蹦蹦 蹦 而且 在风暴之前 就降到这么少 海啸之前就降到这么少 这才是我在想 其实我想不到的原因 到那个心情还有一点 对不对 心情跟H0L来表还有 心情在这个时候还算蛮高分 你看前面图 所以 反而是发明 降得这么少 这是获证 这个发明在意思是 或是获证给你发明专利 那我们下面就要来看 所谓的公开专利 这个部分呢 公开跟发明专利的差别在哪里 公开就是我你申请后我就把你公开 公开 那这里面可能就是还有包含未获证的部分 刚刚那两千多边这三千多 三千多 三千二 然后 为什么行人没有资料呢 因为我们的专利公开制度是从两千年以后才 两千年以后才 两千年以后才 两千年以后才开始 两千年以后才开始 两千年以后才开始申请 所以从那以后才开始有人才开始申请 然后 大体上 就申请量来看还好 其实 以申请量在2009 还好 掉 以高峰来讲的掉一半 从申请量来看还好 跟刚刚发明不一样 刚刚发明好像在后面都空掉 以申请量来看还好 然后 不过2010 也没看到 这个可能是误差 可能是公开的数据误差 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好像申请还是有申请 新竹市科学区 我们还是有在申请 那我们来看看后面的情况是什么 好 我们看到这里是200多个专利权 你看 这也是全部的十年来的 全部的 这一家公司大概600天 第二家分了400 接着200 100 这都在低于100片 所以真正很重设是前面这几家 上百天的 其他的呢 看一看 是有名 但是好像也没投入很多 还有一个协会 好 这个部分来看 你可以看到 现在申请 特别有约的是这些 我申请以后 会不会变成真正专利 不见得 中间我可以停掉 所以 到底是我们这台局审查的慢 才让它还没有出来 还是因为 有些慢慢停掉 因为这东西在早期的也蛮多的 不完全是会淋发以后 好 这里可以看到是三千分列是二十几个 最高还是半导体 这就是申请这样来看 也是最高 也是非常特别多 电子数据处理 这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麦克风格 麦克风格 这种数据处理的那种 电子的东西 大概都在这个位置里面 好 我们看到这还在 显然当年的 这个是不是只有 那个 还是说后面还有其他产品 上面 其他就比较少 三阶的分布 申请三阶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更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 就这一点 这一年 掉下来 那个应该是 二零一七还是二零一二 这 这个部分 就看不清楚 这个 好 这这一年 掉下来 其他的 都还在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年都为止 大概都为止 在同一个形状 这也就是说 产业 前面讲的那个 结论应该还在 就是 产业很平均 一直在从事 能力行的工作 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类似的产品 这就是 从这数据可以看得到 接着 我们看四阶分类 刚刚三阶都是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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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阶分类 前面 跑出一个G1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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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差不多 前面看起来 那个分部还是差不多 这就是我说的特色 就是三阶四阶五线 看起来都一支系 这没有差异 这个其实是 费用的那个 研发的那个变化很少 大部分都是 老板叫你做什么 做完了 升级 老板叫 再做一个 再升级一个 大部分是这样子 才会缺乏变化 如果你是有不觉观点 你会针对 产品的功能 什么东西 东西的改变 所以你就会引入很多 其他的分类 这个时候分类 一定会有 不一样的 那刚刚是三阶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四阶 也差不多了 变化高高低低 但是占的比例 基本上是差不多 也就是说 十年来大概都差不多了 比例上 又是多一点才有 多一点才有 这样变化而已 跟各位的那个心得 是不是一样 跟各位的工作经历 感觉是一样 还是根本没有时间理想 可能每年都得天黑 才会这样 五千分类到分布到比较多 的 比较细 一千多个 就是说 这样子来讲 我们到底一个分类 能够分到几个产品 因为三千把它分到五千 三千多个分类到 三千个专利分类到五千个 那一个专利可能有两三个分类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多 大概一般分到十个左右 这是前些年 前几次 但后面很可能几百年以后 都是一个一个一个 但也就是说大致上 在同一个类别 一个基础类别里面 大概都在十件左右 十件十几件 只有少数几个 是超过十件 这也说明了 这整个产品的凌散性 凌散很独一 但是又没有变 很多都没有变化很多 就是可以看出这个东西 因为这里来讲 如果你要有布局 现在除了H01一堆以外 其他的我很少看到说 这里还有一个东西 我没有做给大家看 就是你通常来讲 你要把同一个产品 放在一起 接着把组分类拿掉 看到次分类的分布情况 这什么意思呢 专利分类里面 有一个是组分类 就只有一个分类 另外还有一个是 它所有分类 就是那个专利的所有分类 它可能有三个 可能有五个 可能有八个 可能也只有一个 那个分类里面 如果你把组分类拿掉 因为例如Scanner Scanner有个分类 你把Scanner拿掉 看看它还跟哪几样吃药的技术 有关 那 那种我这一次没有做 那如果你做那个 你就会发现到 它分布在哪些里面 那个问题也是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那一般来讲 那一般来讲 你会发现到 我们做的都是很灵散 然后 这些东西来讲 不见得 能够集合成一个主力产品 很多都是很独立的 很多小产品 你会看到这种倾向 然后半导体的那个东西 十年丢掉 不过这边 那制程设备有很多东西 到底以后我们能不能 他如果 他能不能由这保护自己 因为这个能不能去衍生出 其他的专利的应用 这部分我就 有点怀疑了 不过这部分来讲 因为他可能是大厂 为了保护自己去申请用的 这部分来讲 还有一个合作关系 我没看 刚刚我们有看到一个协会 对不对 那个LCDA协会 那个 就是这个 我们万一在京必经理系的 十七协会 我们其实也要注意 做布局 但是现在我们要注意这个 就是说 到底 厂商跟厂商之间合作是怎么样 如果 如果你这样看 从申请的专利中 合作只有87件 很少 想 如果你在想到 这中间 你可以看到 有的工压 工营的单位 还有这个 产业协会 你就可以知道 有一部分 这个其实 真正有厂商彼此之间 自主研发的那个 互相合作 应该是很少 这里面87件 应该有一半 都是 跟公家单位合作 还有跟 这个 这个协会 应该是 某些政府支持的 产业 也能够 升级的计划 所产出来的 这个 一个成果 他们在一起 合作成立的 的联盟 那我觉得 把站立放在一起 去做 像这种 这种 这种其实大概都不是自主 这是政府 辅导出来的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 在园区里面的公司 跟公司的合作 也是很稀少的 自主是原型的 然后公司跟公司的合作 也是很稀少的 再来说这个部分 应该要更高一点 到一两层 这比较合理 如果你这部分 是有一些研发 你麻烦的 作文 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 这个部分来讲 OK 大家再看看 当然这 后面这个可以 逃避了 看到这一点 就差不多了 好 我们 先暂时休息一下 然后 下一节再继续 好 好 各位同仁 各位朋友 现在我们进入 今天的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如果要做完 布局分析 这个刚刚是做了一个 管理图分析 对不对 那 空序还有什么东西要做 你才能够对布局 更清楚一点 这个就是我后面提出来的 布局分析的概念 也就是说 你当看完了这些管理图分析 以后 你其实只是对一个概念 有个了解 他 刚刚 刚刚有一位朋友也提出来 确实现在很多都倾向于防御性的 所以公开很多 他把很多技术公开了 公开以后是为了什么 是防止别人申请专利 因为一旦申请专利以后 他就不能够 他自己都不能生产 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事 所以在专利布局的 这也是一种策略考量 就是很多的专利拿去申请 然后公开 公开以后就不再往下走 那这个部分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像以前那个什么 IDM也做了一堆这个 也做了一堆这种事 这个技术不让你来申请专利 因为你只要公开以后 全世界他都可以否决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看到发明突然掉了一堆 然后申请还是一堆 这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布局分析出了 刚刚那些管理图分析一万 那个你看到那种数量分析 大概都是管理图分析 那后面还要考量什么呢 好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早上可能就讲的比较多了 就是专利跟产业的关联度 那我们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专利 不仅在技术面占了一大块 其实它还具有这些资料 它可以连到公司 可以连到人 可以连到发展地区 专利申请地区 专利的发明的那个地区 还有它往那边申请 你可以看到地区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一些市场的资讯 这个大部分就要从公司的一个 那个市场资讯来看 还有它的产品资讯 从这些东西 其实整个把专利扩大一点来讲 专利跟产业是没有差异的 专利只是说我的技术多一点 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以后再看专利文件的时候 你当然也请你说我是专利工程师 我不会去碰到产业分析 老板级现在都希望你什么都做好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的 好专利地图 最简单的专利地图 就是分析这些东西 作为经营管理的重要资讯 当然也不只是这样子 现在还很希望像研发的助手 我研发的能不能拿这些资讯来帮忙 像我做的就是比较偏重研发的 反而这个经营管理跟法律 我做的比较少 这一定做的比较多 但是那个技术面 我个人是做这方面 那技术面要什么呢 因为研发的时候需不需要很多资讯 很多的资讯方便先整理好分类好 我们大部分在做这种视觉 那经营管理的话 大家就像刚刚看到那个管理图那一类的 把分析完放进来 再加一些产业的那个讯息 大概就是做经营管理的 那一般来说管理图 技术图 引证图 权力图 这其实早上你们都讲 所以我这边来讲 我就不仔细再讨论这问题 我想讨论是这些图 你要怎么用 好像说管理图 就看到那个画一堆图出来 技术功效图 早上你们都看讲一个用 他又提出来 怎么分解技术 怎么把它列表 就得到了 接着引证图也是 这个神引证这间专业 这专利引证是谁 然后你把它统计以后 也有一堆图骑 权力图 权力图就是client的那个图 好 好上我看你们都有看到这些图 那我们接着 很多人以为专利 低图飞机 就做完这些图就算了 是不是呢 做完这些图就算了 大家很多工程师 应该有工程师背景 工程师拿了仪器 量了一堆数据量化以后 凤凤凤凤凤画一堆图就结束了吗 不是啊 问题在开始啊 你要怎么解决问题啊 对不对 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比如 这张桌子 看起来脚会断 医生拿了一堆仪器 拿了一个神神去量 让他收虑量量什么之间 量完以后 这问题没解决啊 应该是要提出来说 在哪边可能要加强 在哪边要弄什么东西 可能会 这样才能解决那个桌子的问题 所以 这张桌地图 这个图 只是一个工具 只是一个手段 一个过程 还没有到解决问题 但这里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真正解决问题 是要到工程阶段才有办法解决 因为 例如这边提出桌子受力不足 我可能提出几个方向 那只有工程设计才有办法解决说 那个桌子的脚怎么样才能受力更好 对不对 才能解决那问题 可是 专利分析的这一块 就是要提出说 我要走什么方向 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工程人员解决 这一块 其实是国内最弱最弱的一点 大家想想看 不管你是专利工程师 你是研发工程师 还是你是老板 其实这一块在国内没有人做 政府也不支持 因为政府觉得这是你工程师的事 但是这一块 其实在国外有很多人做 专利的价值服务就是在协助这一块 否则为什么他要帮你做很多分类 大家还有没有看到日本的F-TEN 应该有 对不对 很多都有看过 日本为什么要把你 根据他自己的技术 自己的产业需求 划出技术分类 在把所有的专利方法放到那些方法里面 为什么美国要做一种专利地图 日本要做一个 欧洲要做一个 这都是各国产业不同的时候 他需要做 韩国也能做 韩国也能做 这个都是因为 你这些图都只是一个手段 你画完这些图不能解决问题 你要做到跟你的产业问题合在一起 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出来以后 你就要开始从我们前面开始 我们一开始不是叫你定义问题吗 定义完问题以后 下一步就是要开始 哪些图能解决你的问题 哪些图再配合产业之调 就找出你的方向 方向以后 就交给工程师 这后面这一段 其实在国内很少来做 以前我们这个团队 算是在做的比较多的 董克林的团队做的比较多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做的比较少 少数 国内都是少数几年在做 我们没有看到政府大型的计划 这样的支撑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我们产业界也必须被迫单打独斗 面对国外的专利战争 这个东西来讲 专利并不是说 你有一堆资料 有一堆图就可以做得到 曾经我们就拒绝过一个企业界 因为他只是要一堆图 他找不出他的问题 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做出来没有意义 你到时候在做一堆工 做一堆事情 到最后他才觉得做这个没有用 因为你要先定义你的面源问题是什么 我们去协助解决 这个才不用 好 有的这一堆图要怎么用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不外乎 就是你把一些资料看一看 管理图 我们看到数量 看到一个数量变化比例 我们看到有人是算成长率 那也有人说 这可以看技术的生命周期 但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迷失 因为这部分大部分是以专利权人数 跟发明人数 或者是专利权人数 跟建数 然后彼此画出来的图形关系 这个部分来讲 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代表 他的生命周期 你这个还是要对照产业来看的 然后当然你的国家数量 公司这些 这些分析来讲 管理图的分析 大致是在看一个态势 你如果 你 所以前面为什么要说是经营管理 如果你要决定一个态势 你要决定要不要发展这个产品 你 你当然是需要看一个态势 例如 我要做一个产品到大陆去 结果大陆这部分 专利很少 可是美国专利很多 那这个时候 就可以成为你决策上 要不要发展这个产品的一个理由 好 对技术进行分析 我们前面也稍微提过 有IPC 有ECLA 有UPC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国外在这方面做的有多认真 IPC签订完了 IPC大概是八九万个分类 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分类 基于IPC再往下细分 它分了多少 它分到十三万个 将近十三万个分类 现在还一直往下分 很多新的分类现在还往出来 好 结果美国分类呢 分了十五万个 奇怪 各国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努力的 在做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因为 为什么各国要各国的分类 为什么不用统一分类 很简单 你看到的技术类型跟你看到的相同吗 绝对不同 你的需求会跟你一样吗 你的需求会跟它的一致吗 答案是不会一致 所以每个人的眼光目标方向都不一致 那你如何奢求技术分类会一致一致 因为这技术分类是什么 是技术 纯粹科技技术 纯粹科技技术就不用这么分了 它还有什么 还有你使用的手段 跟你使用手段有关 跟你达成功能有关 所谓的专利分类就是这个东西 你要使用什么科学技术 这个技术要以什么手段来呈现 接着达成什么样功能 这三个角度 画出了你的技术分类 所以这一块 才是未来能不能让产业 想什么IPD国 谈什么财产权权 作为大战略的一个重点 然后往下做这一块才有前途 如果国家不往下做 那这一块 只有国家才能支撑 但是我们国家这一块 其实没有在做 好 技术分类 除了这些 就来看他F-10 对不对 日本做了多少 日本就做十几万个 他除了F-10 他还把它变成F-10 F-10就是说 我们不同产业 就单独放一个方格表 早上有没有介绍 我没注意到F-10有 日本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他不用美国不用韩国 因为各国的都不一样 那韩国为什么现在起来 做自己的分类 不做别人 就是因为各国的产业需求不一致 制定分类 你做技术分类 你可以这样做 通常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做 各公司在做技术 自己开发产品的时候 使用这一块 你要有上位概念 以技术体系做下位概念 分别与商品制品 构成里面 构成部位材料 制成方法 方式 功能 简单讲 各式各样都可以放进去 你是用什么手段 达成你的科技技术 你是用它达成什么功能 你通通可以放在这里面 做你的分类 好 这个分类出来以后 选择跟你们公司有关 这个才是重点 很多人在这一块是没有做 因为你只把分类出来 分类完以后 全世界都一样了 不是 是要选择跟你公司有关 那么这一道 他们那个 最后的 不管是技术功效表 或者是技术分类 或什么 都是一个简化的表格 不是一个很复杂的表格 不是分类到很细的表格 那 它如何简化它 所以这个部分 只是告诉你把它展开 那是怎样简化 简化就是 以自己的需求 例如 我只在做一个遥控器的 这个厂商 我做这个技术分类的时候 我刚刚说过 前面我希望控制改成 改成那个触控屏幕 那我需不需要 在它的这个 壳子的材料 壳子的制程上面 花了很多精力 我这个东西想出来以后 当然包括壳子的材料 壳子的制程 甚至底部里面 可能有某一个栓井的机构 我可能也有很多个 技术的商品 制程 构成部位材料 这些东西 我可能想出很多这个技术 跟它有关 但是 事实上 那根是可以浓缩起来 不需要放 不需要用最细的 结的来放 这样子你才能构建出 符合你自己需要 那我们现在国内大部分是 依据知识体系做出来的技术分配 所以那个部分来讲 是符合普遍性的需求 而不是符合特意的需求 就是各地的共识的需求 现在大部分做的是有这个缺失 好 那如果你做出来了 我们曾经做过 飞浦跟塞索的布局 我们做出来以后 你要考 你要看什么 刚刚有提 不外乎是相同的 特意的 不同的 相同点跟不同点 你要比较 所以你要比较它的技术的相同点 功效的相同点 还有技术不同点 功效不同点 一定是比较这部分 好 那我们随便看几个吧 我们使用了三个技术 大家都挤在技术一跟功效一 没有人用功效二 功效成人开发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好 在功效二这部分 大家都具备有功效一 但是 三颂跑出功效三 技术三 也就是说它具有另外一个手段来达成 这是不是一个特点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特意点 是跟我们家分析的 功效 他达成了 菲利福达成了这个功效 另外这两家却没有达成这个功效 没有这个技术来达成 好 抱歉 菲利福具备这个功效 但是传送都没有 这个也是菲利福具备功效四 这个呢 他们全部都是用技术而来产生功效五 这个都用技术三产生功效六 这个都是菲利福 我们可以看到单独菲利福的就产生三个功效 那以技术来看 同样技术一 一二三四 菲利福产生四个功效 这种产生两个 这就是我们要比较的优点的特 相同的不同意 这时候再往下做布局 所以布局其实是什么 今天你买了飞机 买了大炮 买了战车 再给士兵买了枪 这就要布局完了吗 不是 有了专利 有了基本的知识 只是你给你的 你的军队武装了一下 布局是你看到一个敌人 你要想 我现在这个 有一个敌对情势出现 我要把我现在是要派坦哥出去呢 还是派飞机出去 你要先想这个问题 你不能说我每个情况来都是 我所有军队通通开过去 再说吧 大家都没有布局 想想我们现在产商是不是这种思维在对待 有点这种 因为对后面这一块 其实跟Business扯在一起 跟商业行为扯在一起 所以比较少做 那这一块因为 因为厂商老板对这个不熟 对技术的不熟 那技术人员跟Business 又不像熟 所以这一块比较少 只要在一起做 所以国内在做这一块的 比较少 那这一块要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出来的还要往下走 往下走下面的Business 那这个前面就需要政府去做一个很大的计划 去做专利的价值 这个才有办法做到 产业界如果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 要求政府做这个 其实对产业界才有帮助 每次都不知道要跟游台湾 跟游台湾最好办法就是 不准你出去 对不对 你这也没有生根了 但是不是嘛 大家还想必办法好吗 台商跑到大陆最多的时代 就是在那个 不准去大陆的那个时代 对不对 反正现在开关了 大家思考的不是那一边 反正开始要往别的地方跑 那开始我们政府要跟游台湾 其实这个是最好的 赶快再来做专利价值 让台湾的人可以有专利的技术保护 可以有专利的布局 然后甚至可以做国际的品牌 往外走 我想最近看到这个专利的 这个红拉电跟那个 跟那个要跑的战争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你只要做大一定会遭到打压 这是铁律 这不是只有台湾受欺负 绝对不是 你长大了 你应该是老二要变成老大 老大一定先把老二干掉 这是铁律 黑社会也是这样子 白灶也是这样 黑道也是这样 商业也是这样 那我们国内如果要争取 政府要怎么帮忙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去支持 但是这一块会有一个问题 你做了很多工作 看起来看不到 除非产业界有发出这个需求 好 像这个判断 这个东西的判断 如果你是同样的产品 A公司跟B公司做的 技术跟工程分裂要不要一致 不要一致 代表 完全一致代表 你没有你自己的特色 你没有你自己的 为什么呢 我这个国家可能是飞机做得很好啊 我地面部队比较差 武力比较差 下个第二个国家可能我飞机比较差 可是我的地面部队做得很好 那我怎么样发挥我的优势 去跟去弥补我的略势 这就是战略布局要思考的 所以你这个技术公教完全一模一致的话 代表你没有你的特色 所以技术公教表会不会一致 当然是不会 这个部分有做过的人可能就有感觉 没有做过的人可能先放在心上 你慢慢的去碰你就会知道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张 如果我们看到那么多数据以后 这个部分刚刚我们没有做 为什么在我们国内的专利的资料里面 看得到这些吗 看不到 第一个隐证 现在开始有一点隐证 有一点家族的资料进来了 可是这个在我们的专利局的资料 还看不到 因为我们大部分很多资料都还在 文件 早期的都是文件 那我们的审查官也有这些资料 他也有找出一些资料 好 这些文件 画上HTO的文件 也没有 也还没有 所以我们产业界在 我们的 我们这几年我们看到他们 专利局的资料组 努力很多 他们努力在把这些东西做好 做到资料困难 但是实际上我知道 他们经费不足 产业界真的应该 发出很多神明俱参 不要只要求说 给我免税 你要要求他们做好环境的支撑 像这些都是 我们能不能看到 我们的专利的领证 跟一些家族的布局 你要谈布局 你不能说只谈自己吧 你飞机出去了 你旁边大块要出去 甚至飞带鱼 你要跑出去 好 结果你这些 家族是什么 家族就是你的盲军 你的盲友 我布局在哪个地区 这些都是我跟我自己比较 跟我自己比较 我可以知道我的实力分布到哪里 我跟敌人做比较的时候 我可以知道我跟他的差异在哪里 例如这是某一个产业 你可以看到有两天专利 你可以看到布局的地区 是不是完全不一致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只布局在这两块 但是他布局多了一个这个 多在哪里 中欧 西欧 很明显这个放的是 佛州的市场 那这个是哪里 除了标准的 还有欧洲 你看 还有东亚 以及这个是中东东北亚 你可以看到放在亚太市场 这两天专利完全不一样的目标 人家布局要思考是这个 这也是其中一个 引证当然也是一个 引证里面 我们还会去比较他的家族数目 跟布局的国家数量 这都是一个参考 什么时候一个专利是重要的专利 有很多的面向 这也是其中一个面向 看你往几个国家布局 看你布局了多少片 好 这是我们专利局能够看得到的资料 但是像刚刚那个引证资料 其实我觉得还不够齐备 这些 这些资料其实都有 但是还没有数量化 数量化的速度很慢 这个部分产业界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你们掉到水里去 要淹死的时候 你一定要喊帮 人家才会拉泥发 或者人家搞不清楚 谁要淹死的都不知道 那这个部分都是 这个是专利局的主要 那在评估一个专利的时候 专利布局前面讲的是 数量化的那个布局 还有家族的布局 引证的布局 你还可以看到一些指标的布局 这指标比较有名的是 CHI指标 这是早期美国国家委员会的一个 跟一家公司发展出来的 好 这个指标有没有用呢 他在做 他成立拿科达的一些专业来评估 再跟 再找一些学的专家来做 评估 由CHI指标 跟科达 专家学者评估 两个来做比较 发现确实有一个现金关系 也就是说确实是 这一批学者专家 所评估 独立评估出来的 比较好的专专 比较有用的专专 确实 跟他的材质型尺寸有关联 所以 为什么说 引证很重要 像我们 我们国家那个 引证 我们官员 比较少自己做引证 但现在都会写 那 之后呢 之前 早期 资费财产局 有要求 审他为一样 去找相关专业来研究 所以在 资费财产局里面 都有一些资料 所以 哪一些专利 跟这篇有关 这个引证 如果能够知道 才能够知道 这些专利 是不是有价值 所以 现在我们在谈 什么IP 现在不是都在谈 IP怎么计算 授权 还成立一堆计划 然后有多少人 多做联盟 可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专利 都没有一个评估的资料的话 你如何去讨论那个 末端的商业行为 那其实是有困难的 所以现在政府 不管出了什么计划 在说要推动什么 只要你前端这个资料 没有做好 都有问题 这个部分都会有问题 所以 政府其实应该分一般力量来做这个 商业那一块 其实只要放手就可以 为什么 你只要能赚钱 你会不努力以赴 现在 这个 不管是 人家不努力以赴 因为现在看看前面 好像没赚头 所以他不努力以赴 所以 做生意那一块 其实不用 撇了 你只要投放就投了 真正重要的是 你把基础做好 大家 看到有利可图 绝对是挤过头 你到时候懒了懒不住 那通常 我们来看看 当初这个 这个企业小孩指标 算是一个很有名的指标 那 那 这个部分早期 也曾经发展过一些商业模式 去评估 公司的生意 已经放入了财 他的财务 跟他财务预估 未来情况 一般反应是还不错 大家没有觉得 但是 他一般来评估是相对的 他指标做的还算不错 可以用 那 他有很多像基础指标 也是跟数量有关 专业数量 数量成长百分比 以及 公司在特定领域的成长百分比 这个部分 最好是 我现在是先介绍给大家知道 专业分析工具的一些东西 这部分如果要做 最好大家以后 再专题来讨论一下 比较好 那 像这个 还有这个 就是平均的引证和次数 还有一个CII指标 CII指标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指标 它是什么意义呢 他先找一个领域 我这篇专利的相对的 引证次数 跟这个领域内的平均的次数 我大概这个领域内的平均的引证次数 我这篇 处于这个领域 又被引证了20次 那是不是代表我的这篇专利 重要性 会高一点 CII指标就是这个概念 接着就是有所谓的极数强度指标 这是把CII乘上专利数量 它是一个值跟量的成绩 它是一个加权计算 还有三个 TCT技术周期 这个部分来讲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是一种判断 大部分来看 TCT的一般来估计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SignPix跟Lintage 这个部分来讲 这个部分是前面是讲 专利对专利的引证 这部分是讲 SignPaper 就是技术文献的引证 非专利文献的引证 跟刚刚那两个指标差不多 跟刚刚的CIITS的意义差不多 它也是 SL就是相对于CII 只是CII是评估专利跟专利引证 非专利文献 同样的SS也是 SS也是把SL乘不上数量 它用这六个其实做CII的指标 一个就是优质专利指标 一个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是凯大一个教授所做的 这个部分来讲 他们都有他们的计算观念 这些指标的意义是什么 这跟我们工程的公式一样 请大家不要拿起来随便套一套就用 你还是要注意它的表格也行 你再带入正确数据 我们所有的工程的数据 你随便带 大概也带不出好的结果 那这些指标 其实真正的用意 还是有它的定义在 所以请大家用的是要注意 那是不是算出来就一定 现在还没有找到绝对的指标 但是这些都是大家觉得相对的还不错 那像工医院也有另外一套指标 明星指标 那也都是它可以找出相对不错 记住这些指标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好 我们布局分析是要分析什么东西 我们布局分析目的是 希望找出经济命的目的呢? 还是技术面目的呢?还是权力面目的呢? 好 我们做这个布局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其实布局 除了基础的那个管理面以外 其实后面这些分析也是蛮重要 因为这些分析 结合早上 我跟你们讲的 怎么去找材料 结合产业的那些东西 那你就可以知道 怎么去做 那如果是经济面目的 我们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技术的状况 状况 就是各国技术状况是什么? 各国的工业结构是什么? 以及各集团的技术实力的分配 这只是一个概况 全球的商业情况是什么? 大家发展变化如何? 技术的差异如何? 找寻技术型的场景? 某一个地区对某个产品 对某一项技术的需求 会不会是你的商机呢? 这个就是做专业布局分析的一个目的 如果在技术面 技术面当然我们要发展 我们一定要希望先掌握这技术的趋势 我们先看到哪边有这个需求 技术功效表 刚刚肉类的格子 这是其中一个 各位 那种格子仍然被年代展开 比工程师来看 能不能对你应该展开 当然可以 我们爱怎么展开 就怎么展开 在数据上绝对可以 重点是有没有意义 展开后有没有意义 当然有 你可以看到哪一类型的 在什么年代开始出现 在哪一类型的 在什么年代之后就没有人用了 你刚刚看到那些数量 飞浴口在这一个格子里面 15年 搞不好这都是10年前的东西 所以你有时候也需要 对年代再去看看 这你才能看到的转移图局 好 技术的扩展、渗透、 技术的变革、变化 当然 那导到技术变化是就是刚刚说的 过去都没有 现在开始有人出现 有人投资在这个领域 这一个格子 十几年来都没有人 突然去年有人丢了一个 前一阵子我们就帮 前华做了一个 专利布局的事 之前都没有查到 都没有看到这个 突然今年跑出审美专利 在某一个地方 那这个部分就是 开始有人投出 这个技术的变革 这个部分就是要看到的东西 当然我们一定是有技术难局 其实是有技术难局 才希望掌握技术领域 在寻找技术变革 这个就是我们做专利分析的 要做的内容 要去思考的内容 好 权力念的时候 就是要再打官司 还是你要做技术布局 做技术布局 其实做到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 对我们现在这个 国家的节奏者 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我早上没有提 就是专利 一个领域有5万天的专利 你要找到属于你的 那个专提500名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可是在这个权力念的时候 那500名东西就要找到 为什么 你打官司的时候 能不能漏掉哪一天 不行 很明显 你漏掉一天 你很可能就是 就是致命 你漏掉的不是致命 你漏掉的不是致命 这里来讲 有一种叫做查权解锁 就是我资料一天都不能漏 查权 要查到全部 这个部分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你在做技术布局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要做查权解锁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会先做到七层就够了 很感觉上 大概抓到差不多了 然后随着时间都把它拉长 然后随着时间慢慢去布局 做到最后才做到百分之半 这个部分 其实有很多细部的思维 也不是 我想只有做过人才能体会 你要选择适当的表达 大家都有工程背景 基本上应该会用工程背景 可能是商业转过来 但是我想 不管怎么样 你画个图 应该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这里应该写CHI 整个CHI的能源之类 不是只有CHI而已 你要选择什么图形来表达 其实这只是你的表达方式 只要能清楚表达你的目标就可 那你也可能可以去做产品结构表 网上好像也有做类似的东西 产品连件表、结构表 接着再把你要表达内容 告诉别人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我说的选择适当手段 查检研锁在这里 事实上 在这一大块 跟技术布局 跟侵权 跟竞争有关的 都需要查检 但是实际上 这四个更需要 寻找基因技术 可能还不是那么严重 你漏掉只是没有找到 但是 你说我要布局以后 我布下来 才发生到跟别人冲突 所以那也是很严重 我的侵权 甚至跟你打官司有关的 更不能违避 今天违避几年的讨论会 都在跟官司有关 跟别人竞争 这几个领域 其实都是 我们要做检索做到什么地步 这个部分检索 其实就可以 我曾经给厂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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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就可以开三天一刻 三天以上一刻 这其实检索 这个我觉得都讲不完 因为检索有太多细部的东西 对不同案子 有不同的检索的策略 这个有很多 各位如果要进阶的话 建议你从一个case 往下养成 那对你会有帮助 你养成一定的次数经验以后 你说 大概今天我讲的 当然都能明解 好 那管理图 基数图 引证图 权力图 大致上 就是这样 那真正就是你的布局的话 才需要全部做 事实上做这些图 我刚刚说过 还只是第一步 你做完以后 你要先把你的商业目标 先结合在一起去分析 那才有用 例如做技术图 技术目标图 我刚刚说过 一定要根据你公司的实力 根据你公司的目标 要决定你的技术分类项目 决定你的国家分类项目 那这个样子才会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这个表来看的话 说真的开发新产品 当然是这个 但是解锁也要做一些 类似这样子 只有开发新产业的时候 管理图 这个大概是最简单的 这个大概做到六七成 大概看了一个趋势 其实你资料也抓到七成 大概就已经 对抽样来讲 已经是很满足了 所以你的分布趋势 大概不会变化太大 OK 那么 这个表跟早上有没有 我看 少加一个表 就是那个产品结构跟元件 其实早上应该有 有那个 产品结构元件是什么表 这个对你们可能也很重要 其实工程师 我不诞成你什么东西都往基础做 要怎么做呢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把这个表 这个产品结构跟元件表 我建议是这样做 这边呢 分析好几种产品或手段 这边分析手段一、手段二、手段四 用这样的表 那这边可能你去找不同的产品 你一定有对手 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一定是老板需要发展这个 好 看现在有几家公司做这个 把这个产品收进来 这其实各位可能常做 对不对 然后之后你旁边放什么 产品一、二、三、四、五 这边放手段一、二、三、四、五 你先做一个这样的表就好 先做一个筛选分类 明显跟你技术类别类型不同的先塞掉 只留下你腰的 例如同样都收集了一个遥控器过来 结果有一百种 我收集了一百只遥控器 到最后其实发现只有十只会跟我们专利 不管现在秦远还是未来有竞争 一定先找这个方式 所以产品的结构表 结构跟原件表才是 专利工程师在比较未常用到的 那个后面的技术这个图 尤其刚刚谈的那技术工效图 那个是非常非常稀有用到的 记住这一点 刚刚讲的这个产品结构表 懂不懂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我这边可能是 放了那一张 好 那你整个布局来讲 就要思考这些问题 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东西 法律的还是商业的 然后你的区域国家在哪里 你整个企业是要考虑 你跟你的顾客 你跟你的供应商 这些关系是什么 这就是生意 你没有这些生意的考量 你制作这产品 开发这个技术做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先有这个 那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 你才能谈到后续 你要做什么专业的地图 产业面 你要看到专业 技术发展 产品趋势 竞争厂商 还有整个经济面趋势 这个上网我都大概都有提一提 他都有讲一些产业分析的手法 好 好 那我们再谈最后 我们先看这个数据好了 看到这种数据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摸摸看 你的想法是什么 好 好一只大乌龟 如果再加一个头 什么尾巴 更像 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个吊 是为什么 像你看 我第一个注意是为什么 这有些在这里的吊 然后心形一直维持 所以 发明吊下来 然后这里申请还在 当然 有同仁也提供了一些 结论 可能这些都是公开的技术 而不是 而不是 没有给人准备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 园区的策略 是不是越来越防御性 说下来 全部先放顿甲 逐城坊 就好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其实讲到这里 就会跟部居 的概念查案员 你买了飞机 买了大炮 买了火炮 到最后是要做什么用 前面那一堆东西 基本上不许要做 因为你只是目的 只是买来 等着还击而已 是不是这样子 感觉上是这样子 那 我们 这个 这个应该是显示 防御型的评格 那当然这里的分析 今天的分析 只限于新竹市科学园区 这个部分 把全国科学园医带进来 但是这里还漏了什么 还漏了什么 红海只有台湾厂吗 大陆厂一堆 墨西高雄有一厂 有一家 对不对 那这些厂 在欧洲也有 红基也是 这些厂在全世界各国都有 所以 我们还没有看到整个台湾产业的全球布局 我们只看到 这些重要厂商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布局 是不是 有许 有许 看到全球布局 哪天有机会 拿到做全球的 看看 或许就不会感觉到 像这样子的图形吧 是不是 因为我本来这里做了一个 非新竹科学园区 我本来是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我只抓 新竹是科学园区 所以我把全国科学园区抓进来 就发现 非科学园区的也没高 当然还好一点就是 2018年以后没有什么掉太大 这个数量应该是可以不准的 2019年没什么大的掉 不过这应该也是 我看一下也是新型的难度 那也就代表 我们的布局的策略 大概 已经 其实不用网架 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下一个只欠的是 全球布局的考量 大家想想看 有什么问题吗 隐证别人跟被隐证的差异在哪里 简单讲 你看别人跟别人看你 你看别人是不是觉得别人好看才看哪 他别人看你是你变得好看才被别人看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你看别人是哪一些人长得好看 那有多少人看你是你好不好看 差别在这个地方 两种都会有人用 但是看你的分析目标是什么 你像这个来讲 他是分析科大专利这么重要 被评价跟评价有没有关系 这一定是被隐证 一定是被别人隐证 被别人看 别人看他次数多不多 好各位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好 risking 好 一次 好吧 加 другой